一比五投资人都知道 i526E是我们第一阶段 递交给移民局的申请 那i526E货批是否就意味着绿卡货批 这可能是很多投资人的一个误解 但是事实上 i526E的货批并不等于绿卡的货批 i526E只是获得绿卡的第一步 那如果投资人想要拿到绿卡 还要在美国境内调整身份 或者在美国境外的领馆申请移民签证 换句话说 当投资人的526E货批之后 如果投资人在美国境内 那不需要回国 可以直接在美国境内递交i485的申请 转换身份 当i485货批之后 才意味着投资人的绿卡货批 那如果当投资人的i526E货批之后 投资人在美国境外 那这个时候 则需要在当地的领馆进行面试 面试通过之后 才意味着投资人的绿卡货批 所以说认为i526E货批 就等同于绿卡货批 是不正确的 那i526E货批意味着什么 首先我们要知道 i526E申请时 我们都递交了哪些资料给到移民局 简单来说 在i526E递件的时候 我们会递交两部分的资料 第一部分是投资人所投项目的全套发售文件 跟项目在递交i956F项目预审核实提供的文件一致 那第二部分就是投资人的个人文件 除了基础的护照 出生证 结婚证 无犯罪记录证明等等 最重要的就是资金来源报告 也就是向美国移民局解释 用作1-5投资的资金是我们的合法所得 所以i526E货批也就意味着 第一 移民局已经审查并认可了投资人所投项目 符合1-5的基本要求 尤其是对就业创造和项目的可行性进行了确认 意味着项目已经通过了移民局的初步审查 那第二呢 投资人的个人背景和资金来源解释 也都获得了美国移民局的认可 i526E的货批对申请来说具有重要的意义 标志着1-5投资移民申请过程中一个关键的里程碑 但是呢 想要顺利拿到绿卡 申请人仍然需要完成身份转换 或者是领馆面试的环节